市民张先生的舅舅前两天其次行是路过村口一座没有护栏的小桥的时候不幸摔死 这个小桥建成的时间大概有一年左右 安全事故频发 当地老百姓很担心 看看 事发地点位于立水县东平镇群立村 记者在现场看到 近村的主路是一条三四百米的水泥下坡路 与村口衔接的是一座建在泄洪区上的小桥 由于路与桥之间有将近90度的转弯 而且桥面两边都没有护栏 因此居民经过时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危险 据张先生介绍 他舅舅今年已经85岁 身体硬朗 独自居住还种着四亩多的农田 如果桥上有个护栏 舅舅也不至于失去生命 对此村干部表示 第一次接到由村民摔伤的报告之后 他们就找到有关部门协商解决护栏问题 但一直没有形成共识 没想到这次竟出了人命大事 关于此次事故的责任 绿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事务科正在进行认定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明明知道一些公共设施存在着安全隐患 却抱着侥幸的心理不去做相关的工作来消除隐患 等到真的出了大事 甚至闹出人命再去修补再去善后 这样的领导干部恐怕很难让人命